您有一條來自國寶的留言 請注意查收 如果一斤絲價值240元 那麼1328元能買多少絲 這道題出現在2000多年前的一本數學總結性著作《九章算數》中 當時的人們已經掌握了在今天依舊科學使用的十進制 所以並不懼怕這些看起來複雜的計算 十進制用到了從0到9這10個數碼 採取位置制來計數 我們熟悉的每一個自然數都可以利用10來建構 從各位起 從右往左 第一位為數值乘以10的0次方 第二位是數值乘以10的1次方 以此類推 dn位就是數值乘以10的n-1次方 所以8乘以10的0次方 加1乘以10的1次方 加0乘以10的2次方 加2乘以10的3次方 便得到數字2018 這些看起來抽象的數字 在春秋戰果時期 就可以被中國人用一些不起眼的小棍子蒜籌表示出來 當時人們普遍使用蒜籌來計數及運算 蒜籌都用竹子製成 也有用瘦骨 象牙 金屬等材料 這套象牙蒜籌出土於陕西省巡陽縣 又盛宮一號漢木 共28枚 每枚直徑0.4厘米 長13.5厘米 粗細均勻 長短劃一 他們是怎麼用 他們的方法來表示數字的 古人擺出來的數字有幾種表示啊 有 蒜籌技術有縱和橫兩種方式 在縱式當中 表示1到5的時候 數著擺放的每一根蒜籌都代表1 而6到9則用橫放的一根代表5 余下的蒜籌縱放在下面 橫式則相反 表示1個數字 最多使用的蒜籌數量不超過5 在表示多位數的時候 則將各位數碼由高位到低位 從左到右橫列 而且各位數碼必須縱橫相間 有0時用空位表示 掌握了這一方法 不論多大的數字都可以用蒜籌表示出來 譬如2018 使用蒜籌進行運算 也遵循十進制 逢十進一 借一當十的原則 如1643加375 百位上6加3原本得9 但因十位上的4與7相加得11 進一後百位得10 千位須再進一 記作2 故為2018 掌握了以十進制為基礎的技術和運算規則 當時人們可以利用蒜籌來解決土地開墾 糧食置換 搖曳安排等實際需求 因此 善於處理這些政府調控問題的張良被盛在 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 到了明代 蒜籌被算盤完全取代 一粒粒算珠波動中 實進制的規則依舊不變 科技發展 計算工具更新 使得運算的步驟得到了簡化 但無論工具怎麼改變 實進制 卻始終是我們了解和學習數學的基礎 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上 商人用一到十、百、千、萬這十三個數字 即十萬以內的任何自然數 他們的寫法雖然不斷變化 但以實進制為基礎的技術方法 卻不曾中斷 像文字那樣 實進制也無處不在 實進衛的度量衡與貨幣單位 也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 日常如買菜、裝修 高端向經濟調控、人工智能 離不開計算、少不了運酬 都用得到你以為高冷的數學 國寶留言持續更新 請注意查收